青天 如沼澤大地一片光明 藍天 勢必真明亮麗的白雲 一花不一息不盡 我的天雪甘心 不知不醒 我不敏 情不大好情意 總是你一波雲天 我說你聽 我不信 那些不屬秘密 凡平陽性的冷靜 終卻獲取聲音 黑白分明的眼睛 從不人情共鳴 身影不離是你 換我已是英明 總已是海 從不搖擺 正氣澎湃 退山撫海 總已是海 從不搖擺 正氣澎湃 退山撫海 千花不一息不盡 我的天雪甘心 不知不醒 我不敏 情不大好情意 千花不一息不盡 我的天雪甘心 不知不醒 莫不离 гру 既無把勞緊 終壞抱著你 楊世Es sy 其辯 大人 没想到 这块玉佩之重 竟然藏有如此多的纠葛 咱呼为此行可还顺利 回大人 现空到无数 不愧是狭义中人 比武教计虽在所难免 但最后 还是由白玉堂 主动将玉佩归还 并未多生之解 主动归还 白玉堂入宫道佩 只在战招 目的既已达到 自然不再刁难 那白玉堂 如今又在何处 仍在仙空岛 咱会为因何不将他一并带回归案 大人 白玉堂素无恶行 入宫道宝 也仅是一时冲动 孤儿属下 并未将他带回 然而他夜床进宫 惊扰圣驾 道佩刘淑 行尽嚣张 无论是否一时冲动 违法犯计 却是事实 大人 那白玉堂来自江湖 江湖中人 原本就没有法治观念 公孙先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徒之兵莫非王民 江湖中人又如何 难道江湖中人 便能目无王法 恣意妄为 这 展护卫 本府知道 你也来自江湖 然而 却虽本府 成为执法之人 倘若江湖人 便可不遵王法 展护卫又将 如何执法 如何扶人 大人 展护卫 追回玉堑 有功在心 纵放轻犯 却又过于后 依法论法 你难逃 失职之险 属下明白 大人一向 知法守法 执法护法 然而展昭 遵从的 却是江湖道义 与人之常情 倘若因而触法 愿承担失职之罪 任凭大人称处 大人 白玉堂 白玉堂虽然 误触法王 却并没恶意 主动归还玉佩 更足见其以蒙悔意 即便是依法 纠办 也该有情节 轻重之分 蓄意与否之别 还请大人明见 公孙先生与展护卫心意 本府何尝不知 只是那白玉堂 违法事实 本府绝不能坐视不管 至于 判罚事轻事重 却并非本府 所能左右 白玉堂所作所为 已然惊动圣家 皇上震怒之余 下旨要亲自见他 倘若不能将 白玉堂记不到案 又将如何向皇上复命 一旦白玉堂到案 胜意如何 那就更非我等 所能预见 此案恐怕并不好办 大人 大人何不先入宫还配 然后是皇上动静 再做决断 如今也只得如此了 不过还有一事 叫此事更为重要 必须先让展护卫 了解内情 日后 才可以协助本府 一并查案 莫非属下 前往仙空岛之时 还有重大案件发生 不错 而且此案 是必远远超过展护卫 所能一则 公孙先生 大人 将老夫人之事 原原本本 说与展护卫之相 是 本府先去相访 请老夫人验证 这方玉堡 是的 是他 是他 错不了 二十年了 二家做梦也没想到 这块玉堡 还能出现在面前 娘娘目不能事 何以如此肯定 自从哀家被打入冷宫 日夜盼望先皇 能过来看看哀家 听听哀家诉苦 可是先皇从来没有出现过 冷宫孤寂 这块玉堡 变成了哀家的唯一寄托 于是 于是终日把玩于手掌之中 根本无惜观看便能认得出来 当年 当年娘娘怎会舍得将玉堡 转正于初封太子的皇上呢 一刀家 一刀 哀家对皇上的期盼 已成了绝望 二刀对皇儿一见如故 虽不知他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哀家将私子之情 完全倾注于他的身上 所以哀家 才将这块玉堡转赠于他 娘娘当时 恐怕对先皇已无恨意 否则 也不会人孝二字 亲许皇上 抱亲 你如何得知 当年哀家对皇儿所说的言语啊 妃娘娘 皇上自登基以来 持至以仁孝二字之国 再者 八王爷 也已向包枕提过此事 八贤王已知 哀家还在世上 不 八王爷不知道 包枕以为时机尚未成熟 故而未向王爷禀拜 还请娘娘误怪 既然哀家将此事 全部交给包枕处理 一切就听你的安排 只是 何时才是时机成熟呢 皇上对娘娘所赠玉佩 真如智宝 包枕想 借机试探圣意如何 嗯 同时 陈灵陈公公 也已告劳退营 必须查明 他如今的居处 没有带陈灵来到 查明所有相关细节之后 方可谓时机成熟 届时 包枕定会想出办法 让娘娘的冤屈 一并平凡 哀家一切就听包亲安排 谢娘娘 还请娘娘 赐还玉佩 包枕也好 进宫复旨 真没想到 他会将这块玉佩 一直珍惜爱着 包亲说得对 皇儿一定是位 仁德的好皇帝 玉佩追回 请皇上御来 不错 正是此配 宝晴 平身 谢皇上 恭喜皇上 玉佩 师而复得 是 展护卫追回来的 是 展护卫安在 为何不随包亲 一起入宫呢 回皇上 展护卫自诚有罪 待皇上宣召 方敢入宫 展护卫何罪之有 追回玉佩 乃大公义件 朕奖赏他 忧恐不及 白玉堂入宫 盗宝 惊扰圣驾 乃是针对 展护卫而来 展护卫自责 因虚名 而让皇上 增烦天忧 那也不能怪 展护卫 该追究的是 那目无王法的 白玉堂 白玉堂 自知有错 故而主动 归还玉佩 主动归还 是 展护卫 顾及江湖道义 故而 未将白玉堂 拘捕道案 什么 岂有此理 白玉堂进宫道宝 惊扰了朕 就因为他 主动归还玉佩 就不予计较 展护卫 不将他拘捕 归案 岂不失职 展护卫自诚有罪 指的正是失职之罪 不行 展护卫认罪也好 不认罪也罢 那个不值天高地厚的白玉堂 还是要依法拘捕 臣遵旨 至于展护卫 皇上 展护卫追配有功 赶紧皇上 恕其失职之罪 是啊 若不是展护卫独闯贼窟 这方玉佩 恐怕永远追不回来了 展护卫追回玉佩有功 朕自会加以奖赏 然而白玉堂 仍要有展昭 负责其拿归案 朕可以不再决究 他的失职之罪 皇上坚持要展护卫 把白玉堂抓回来 我不会去抓他 可是你若不抓 皇上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只有听凭皇上了 展护卫 大人 我亲口答应过卢庄主 不会将白玉堂 击补归案 本府明白 那大人 打算如何向皇上回复的 本府尚无对付 可是 展护卫 老夫人一案 展护卫 可都明白了 公孙先生 已对属下说了 只没想到世上 竟会发生这种事情 不错 的确很难让人置信 此案 才是当务之急 是否将白玉堂 拘捕到案 已经不是那么急切了 第三个 走 糟了 这下可麻烦了 二弟呀 什么事你慢慢说 老五他走了 走了 去哪了 他留了封书信 你们自己看吧 四位兄长如悟 弟夜闯进宫 道保留书 原位于展昭斗气 岂知 展昭凶气度 无不令弟折服 玉佩虽已归还 却仍有未养之事 白玉堂若不认罪归案 非但展昭难以交差 包大人也必受牵连 帝一错不能再错 决意前往开封府投案 一人做事一人当 此去无论包大人如何惩处 均与四位兄长无关 切勿以帝之生死为念 玉堂百败 这 不妙啊 五弟去开封府投案了 五弟是不是疯了 如果包大人真定他的罪 他非死不可 是啊大哥 这下麻烦可大了 大哥 我们把他追回来 不 五弟的脾气大家都知道 他既然决定去开封府投案 就算是追向他 他也不会回头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送死啊 三弟 平时你最为冷静 你说说 我们该怎么办 如果他存心去死 我们就随他去 老三 你这说什么话啊你 是啊三哥 我们是磕过头的写板兄弟 说什么也不能不管啊 三弟啊 你这个说法 谁都不能接受 这也不像是平日的作风啊 大哥 按我平日作风 我会怎么办 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啊 我现在正是此一 对 三弟说得对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五弟犯了错 也就是我兄弟的错 五弟如果被处死 我们也一起死 好 老三 我们一起啊 陪老五去开封府自首 老四 你怎么说 能不死 当然最好不过 不过要是非死不可 那就死吧 反正一起作伴 本府今日在宫中 已查得陈琳 陈公公的 退影之处 公孙先生 学生在 明日寻个明目 让张龙赵湖出京 带着本府守书 前去将他接来 要想查明当年情形 非他不可 是 学生会做安排 大人 可有用得到展昭之处 太妃娘娘的安全 还是要老展护卫负责 抚押之中虽然戒备森严 但仍然不可调以轻心 属下明白 在陈琳回京之前 本府 会与八王爷多做接触 倘若能探得他的口风 对日后也方便许多 大人 拘捕白玉堂归案之时 若是皇上下旨催办 大人打算如何应对呢 暂且顾不得了 娘娘进京之事 连皇上都有耳闻 只怕 会夜长梦多啊 时辰已晚 母后想必累了吧 其实哀家并不累 难得皇上今夜心情好 多说几句也没关系 朕今日心情的确很好 时而复得 总是令人高兴的嘛 哦 皇上什么东西丢了 是一块玉佩 天下的财富都是皇上的 一块玉佩 怎会让皇上这般重视 这可非一般的玉佩啊 朕从小一直佩戴 恐怕连母后也没有见过呢 可是八贤王或是迪娘娘所赠 不 十二十年前 一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所赠 谁啊 当时朕刚进宫 并不知道她是谁 从此以后 也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这成了朕 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啊 皇上 奴婢在后宫一直服侍娘娘 这二十多年前 被打入冷宫的嫔妃 奴婢一定认的 皇上可以把那块玉佩 拿给哀家看看吗 或许能够解开这二十年之谜 这 怎么 连哀家都不能看吗 不 当然能 母后请看 母后 母后怎么了 没什么 才说不累 怎么一会儿就倦了 真是岁月不饶人呢 母后既然倦了 就早些安歇吧 也好 哀家就不留皇上了 儿臣告退 奴婢恭送皇上 interviews 娘娘娘 娘娘 是他 皇上见过他 娘娘说的是 李妃 这 娘娘是怎么知道的 那块玉佩是先皇最真爱之物 一直佩戴在先皇身上 后来却送给了她 没想到皇上当年见过她 娘娘 那李妃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 就算皇上见过她 又有什么关系呢 娘娘 不必为此烦恼 不 你不会明白的 当年的事我一直不愿意回想 可如今 却不知怎的 隐隐有不祥之感 有不祥之情 起来 二十多年没打开了 当年是哀家下指封宫的 当然没有再开启过 娘娘 当年冷宫那场大火 他烧死了总管秦凤 这尸骸虽然运出去了 可是一直也没有打扫 没有清理过呀 娘娘您真的要进去啊 可 可是这把锁 他已经秀死了 奴婢只能把他敲开 那就敲吧 去 是 你们都留在宫外 是 博怀 奴婢在 你陪哀家进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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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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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李妃就一直住在这儿 是 整整七年没出宫门一步 这种日子 的确不如死了的好 娘娘 先皇 赐他自尽后 你就是在这儿见到他的尸首 是 奴婢奉旨 亲自前来雁明争身 郭总管请看 是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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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有 龙总管 可要看清楚了 皇上下旨 要你来雁明正身 出了差错 可不甘我的事啊 错不了 快盖上吧 郭公公 清风 你干什么去了你 皇上降旨让李贵妃归天 你这冷宫总管怎么能不在啊 回公公 冷宫一个小太监于衷染了疾病 眼看就不行了 我派人呢赶快把他送出宫去 要死也得让他死在宫外边 免得给后宫沾染了晦气 请公公 原谅卑职失职之罪 那也得把这正事处理完再办哪 行了 咱们三个都是奴才 都是替主子办事的 谁也别说谁 郭公公是后宫总管 教训是应该的 好吧 你愿意哀训 那就怪不得别人了 陈公公是首领太监 皇上身边的人 当然不知道后宫难带呀 好 好 好 你后宫的事我不管就是了 秦风 李娘娘已经归天 明天清晨 会有人来为她清洗换装 运出宫去安葬 从现在开始起 你在这儿给我盯着紧点 除了问题 咱家拿你试问 是 郭总管 郭总管 能出什么问题呀 难道郭总管 还怕李娘娘站起身来 跑出宫去不成 后宫有后宫的规矩 臣公公不是说不管了吗 怎么 现在又有意见了 好 后宫你说了算我就不管了 我得向皇上交纸 咱家陪你一块去交纸 谁知道当天夜里 冷宫就失了火 是 奴婢猜想 一定是秦凤首夜睡着了 碰到了烛火 才引起了大火 呃 奴婢亲自过来查验过 火场里有两具交尸 一句是秦凤 一句是李妃 一句是李妃 国怀 你可知道当年 哀家为什么要把这冷宫 封起来吗 这 奴婢不知道 奴婢也一直不敢 想问 哀家想 只要封住冷宫 就能把李妃的魂魄封在这儿 她永远出不去 也永远不会照我报仇 她在这里住了七年 如果换成我呢 恐怕挨不了那么久吧 谁 娘娘 别害怕 别害怕 这这门一直锁着呢 不会有什么东西的 啊 有 我听到了什么声音 你 娘娘 你没下张年毛 没有 快回 回宫吧 念头 瞒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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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吾皇万岁万岁 万万岁 母后 好些了吧 皇上不去早朝 到这儿来做什么呀 听说母后病了 朕当然要来看看 没事 不过是受了点风寒 御医已经看过 开过了药方 没事的 母后一定要注意身体 千万不要让朕牵挂呀 难得皇上一片孝心 哀家会多注意的 你去忙吧 是 儿臣告退 郭怀 奴婢在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 怎么能让太后受了风寒 奴婢该死 起来吧 谢皇上 听说昨天夜里 你陪着太后去了冷宫 这 太后去冷宫干什么 回皇上 太后只要去 奴婢不敢阻拦呢 冷宫尘封了二十年 除了烧焦的破瓦残壁 什么也没有 太后 太后为何要在深更半夜去冷宫 这 回皇上 太后是去平调 吸入宫中的姐妹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朕还误闯过冷宫 之后没多久 冷宫就失火了 难道太后去平调的是住在冷宫的嫔妃 是 是 莫非是朕遇见过的那一位 郭怀 奴婢在 冷宫里住着什么人 呃 奴 怎么 难道连朕都不能知道吗 不不不 奴婢不敢 当时住的是 玉成宫被打入冷宫的 李娘娘 李娘娘 失火之时 她可曾在宫中 在 回皇上 呃 当时李娘娘 就是被烧死在冷宫中 太后娘娘和李娘娘 情同姐妹 昨天是她的忌日 所以 才去平调 原来如此 怪不得朕 一直没有再见过那位李娘娘 太后如此念旧 倒是让朕颇觉意外 只是这么多年来 为什么不把冷宫 修缮重整呢 回皇上 呃 太后娘娘 为了缅怀雇人 故此下旨 维持旧帽 并且 伸索宫门 不许任何人进入 太后 太后虽然顾念旧情 可 独警私人 却徒增感伤 也许太后的病 正是因此而起 国怀 传朕口谕 既日起重修冷宫 皇上 等建好之后 就不把她当作冷宫之用 朕的后宫 绝不要这样 惨无人道的地方 奴婢遵旨 大人 张龙赵虎 已出发去 接陈林陈总管 学生也已向 王马张召四位 说明太妃娘娘的身份 并特意叮嘱死人 绝不得对外泄露半句 的确不能露出 半点风声 可陈林居住的地方 离经数百里 一去一回 恐怕要不少时日啊 尤其是 陈总管年事已高 受不得旅途劳顿 回程 应该会慢一些 依公孙先生估计 陈林何日可到 由今日算起 少说要六七日 太妃娘娘的身份 或许可隐瞒一时 但时间一长总是不妥 不错 看来本府要早些进行 八王爷那边才是啊 启离大人 府外有人求见展大人 是什么人 锦毛署白玉堂 百兄怎么会来到开封 勋斩某何事 白玉堂来找的 不是你 那白兄要找的是 包大人 找包大人有事吗 白某是来向包大人投案 草民白玉堂 叩见包大人 你起来说话 谢包大人 你是来向本府投案的 白玉堂私闯进宫 盗走玉佩 请包大人 依法治罪 大人 白玉堂主动奉还玉佩 还请大人明鉴 展昭 你不必替我说好话 玉佩虽已交还 行则还是要追究 否则包大人 也难向皇上交代 本府如何向皇上交代 不劳你操心 且让本府先来问你 你可知道 进宫道配 惊扰正将 依法论罪 乃是杀头之罪 白玉堂既然敢前来投案 就不怕杀头 好气度 然而你明知必死 为何还要前来 大人 我不来投案 大人也会发出 还不公文 行文天下 抓我归案 不知是也不识 不错 本府职责所在 礼仪当如此 然而 以天下之大 江湖之广 你若是藏匿不出 要想抓你 也未必能够如愿 你又为何要前来 自投罗网 好汉做事 好汉当 白玉堂不想连累他人 你是不希望连累 陷空岛的 结义兄弟 亦或是 为了斩护卫 甚至 是为了本府 包大人 白玉堂既然已经前来投案 又何必追问其他 请包大人立刻将我收押定罪 不 斩某答应过卢庄主 绝不会将你逮捕归案 倘若因此受到包大人责罚 甚至遭到皇上降罪 斩某也会一间承担 斩兆 我白玉堂一生心高气傲 绝不肯受人点滴恩惠 道配刘叔向你挑衅 是出于一时冲动 凤凰玉堡是敬重你的 狭风一鼓 至于前来投案 则是我自知有罪 心甘情愿 与任何人无赦 你 大人 公孙先生 本府自有定论 是 白玉堂 你道配刘叔 还配投案的来龙去脉 本府已然明了 然而 要如何处置于你 在本府斟酌之后 自会有所决定 在此之前 你必须留在府中不得善礼 随时听候本府传唤 草民遵命 大人 那白玉堂的身份是 无需观仰 也不必监管 他若有逃脱之意 又岂会前来投案 白玉堂 本府所言 是也不失 包大人明见 王朝马汉 在 给白玉堂安排住所 要好生对待 是 谢包大人 大人打算如何处断 那白玉堂 那白玉堂虽然刑事乖张 却不失狭义之心 不能以一般罪犯适致 本府立刻进宫面胜 务求圣上能够开恩特赦 谢大人 谢大人 展护卫不必急着谢本府 本府只能尽力而为 只怕皇上未必同意 不行 那白玉堂夜闯进宫 根本就没有把朕放在眼里 朕有什么理由赦免他的罪 回皇上 白玉堂原本是针对展护卫 绝非纯心对皇上不敬 他和展昭欧气 就能闯进朕的进攻 而且还盗走了朕 最珍贵之物 玉佩 亦由白玉堂主动奉还 而且丝毫无损 那又如何 倘若白玉堂主动前来投案 皇上可否开恩特赦 就算他主动投案也没用 否则岂不是毫无国法 皇上 国法不外人情 以情度法 以法治国 方是国法之争议 臣恳请皇上 法外开恩 暴政 你为何急于替白玉堂开拓 你一向执法守法 难道要因为一个白玉堂 而改变不成 抢出头不负书自寻烦恼 天外有天比你高 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 无忧无虑无虑平藏心到老 看的头想的开别爱叫叫 光风大亮开空笑 我朋友要比多愁人好 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 这信号 这信号 旧的总会被看到 不需要 你只让别人知道 众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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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才是宝 张国人情 冷冷最明亮 现在将谁 傻瓜 掩制过藏 愿会好心又好玩 人生有什么 还不算上 自己快乐 满意就好 自己快乐 满意就好 自己快乐 满意就好 Zither Harp